8月12日晚上10点50分左右 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国际物流公司危险品仓库集装箱堆厂起火爆炸 13日早上午时许 在距离爆炸现场南侧回到400米处 新京报记者看到 四五个约足球场大小的停车场上 停放的上千辆全新汽车 几乎全部焚毁仅剩框架 仿佛一片汽车坟墓 这些车子包括大众甲壳虫等多款车型 大多数汽车车内可燃部分几乎都已燃烧殆尽 仅剩下黑漆漆的车体框架 汽车车窗玻璃碎裂一地 这辆车和其他车不太一样 它直接是翻倒在背上 就是感觉应该是烧化的日子 停车场周围 有四栋建筑楼体玻璃几乎全部震碎 被烧完后几乎仅剩框架 这些建筑 8月12日晚上10点50分左右 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国际物流公司 危险品仓库集装箱堆厂起火爆炸 13日早上午时许 在距离爆炸现场南侧不到400米处 星期报记者看到 四五个约足球场大小的停车场上 停放的上千辆全新汽车 几乎全部焚毁 8月12日晚上10点50分左右 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国际物流公司 危险品仓库集装箱堆厂起火爆炸 13日早上午时许 在距离爆炸现场南侧 回到400米处 星期报记者看到 四五个约足球场大小的停车场上 停放的上千辆全新汽车 几乎全部焚毁仅剩框架 仿佛一片汽车坟墓 这些车子 包括大众甲壳虫等多款车型 大多数汽车车内可燃部分 几乎都已燃烧殆尽 仅剩下黑漆漆的车体框架 汽车车窗玻璃碎裂一地 停车场周围 有四栋建筑楼体玻璃 几乎全部震碎 被烧完后几乎仅剩框架 这些建筑 8月12日晚上10点50分左右 天津滨海新区 瑞海国际物流公司 危险品仓库集装箱堆厂起火爆炸 13日早上五十许 在距离爆炸现场南侧不到400米处 星期报记者看到 四五个约足球场大小的停车场上 停放的上千辆全新汽车 几乎全部焚毁仅剩框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